29年前,一则突如其来的噩耗轰动了整个香港 1993年6月24日,黄家居和比安的其他成员在日本富士山的电视台录视节目时 不幸从2.7米的高台坠落,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 6天后,黄家居被宣布不止身亡,人生定格在了31岁 他被送回香港后,无数粉丝突破警戒线,只为送他最后一程 无数人为这位天才惋惜,更有无数人质疑黄家居的死因 在黄家居从高台坠落昏迷后,就被紧急送往医院 在医院足足6天都没有一丝消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日本的报道统一将这起事件归为意外 然而在警方的调查中发现,节目这几米高的高台上 节目的背景板居然连婴儿都可以推倒 看似结实的背景墙,其实只是个纸板子 连主持人都佩戴了头盔 为何节目却没有给黄家居佩戴安全帽 在两人先后坠落后,主持人戴着头盔屁股着地,只是受了轻伤 而黄家居却因脑部线着地陷入昏迷 如此危险的高台上却没有做一丝保护措施 要知道,以往这档节目中高台站的人数都有严格限制 而黄家居这一期,12位嘉宾挤在一起却无人提醒 甚至有报道称,黄家居摔下后 第一时间就被送往了日本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 但医院却迟迟不肯动手术,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只因为他们确定不了黄家居脑部受伤的原因 需要一一先排除原因 在被质疑时,医院却声称这一切都是按规定办事 此时,比昂的其他成员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紧急救治,一秒钟足以决定生死 消息转回国内港媒震动开始大篇幅报道 更有脑科专家指出,家居脑部受伤 必须马上手术稳定情况 然而两天过去,手术没有进行 日本的媒体更是报道越来越少 大部分只说主持人的事 对家居的状况则表示一切稳定 然而六天过后,6月30日 他们口中一切稳定的家居却突然传出噩耗 天才事事,无数人为之痛惜 时至今日,黄家居的死因依旧众说纷纭 黄家居的种种奇怪举动 无疑又给这起事件添上了谜团 黄家居允命日本真的仅仅是一个意外吗 他生前的几个举动在暗示什么 在出事的前几个月 黄家居曾去找大师算了一命 无人知道当时的内容 只知道他回来之后 整个人突然变得十分沉默 有一天他突然对黄家墙说 其实我的命很短 之后反复在家中练习一个动作 他反复在家中的沙发上或高处跳下 如果站稳就觉得很开心 黄冠中劝他说 你又不是练武术的 干嘛一直做这些 然而黄家居依旧继续练习 仿佛他知道有一天他会从高处坠落 在出事的前一周 黄家居突然决定将自己的吉他卖给黄冠中 还将海阔天空的填词从欧眼变成了欧弄 在黄家居出事的第一时间 日本警方甚至曾怀疑 他是被日本黑恶势力所陷害 因为这种事件在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此前就有两位渔圈人士 因为太过耿直而得罪圈中大牢 最终从高台坠落导致手部骨折 许多人猜测黄家居发布的专辑 得罪了幕后大牢 1992年黄家居曾撂下狠话称 香港没有乐坛 只有娱乐圈 批评一些歌手只会翻唱日本歌曲 靠参加综艺娱乐节目圈前 这一举动让他得罪了无数圈内人 到日本没多久 比昂乐队就发布了一张专辑 这张专辑带有家国情怀 还有一系列批判 此举无疑再度得罪幕后大牢 而黄家居也戏剧性的被定格在了 当年他最唏嘘的游戏场上 现在回头再听海阔天空 或许黄家居早就预测到了自己的命运 不管真相如何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黄家居 却再也回不来了 而他为乐坛留下了无数经典 时至今日 他的歌依旧被无数人传唱 也激励着无数人 今年无数歌迷再度齐聚 齐唱海阔天空 这绝对是黄家居被开过最恶劣的玩笑 2009年四川台某节目中 一个叫棒棒堂的嘉宾却突然提起了黄家居 并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玩笑 没想到俩人越说越过分 还将名字改成谐音梗恶狗 当年这位棒棒堂选手又唱又跳时 大兵突然又开口说道 在日本演出就这么蹦蹦死 这种极其恶劣的玩笑触及观众的底线 节目一播出 铺天盖地的都是谴责之声 要求两人对黄家居道歉 愤怒的粉丝直接黑进川内王 要求负责人道歉 黄家居的弟弟黄家强也发声要求道歉 迫于压力 电视台和棒棒堂紧急道歉 没想到大兵却死不悔改 还表示只是开口玩笑而已 自己不会道歉 这样的说辞让观众彻底看清了他的嘴脸 抵制之声也越来越大 大兵也终于消失在了大众的事件 直到2016年12月又有网友爆出 他在一路口与交警发生冲突 并出口城当嚣张至极 要求封杀他的呼声再次不绝于而 他的事业彻底没了赢 曾经的他搭档齐志是相声界的新星 最火的时候甚至比郭德纲等人更甚 然而组合火了 大兵却飘了 他与齐志分道扬镳后 事业一路走下坡路 说的博眼球的话 也只是让观众对他印象更差 一个恶劣玩笑 直接葬送了他后半生的前程 如今50多岁的他早已被人们淡忘 不知道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所作所为 大兵会不会有一丝后悔